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,提到野兔,螃蟹,生蚝等,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一流的美味,然而在国外新闻或者报道中,各国动物的泛滥已经造成麻烦,这部英国的野鸡也开始泛滥了。 野鸡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名贵野味真情,现在却被列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如今在农村基本很少看见野鸡了,偶尔能碰上一只也只能算是好运气,但是在英国却因为野鸡繁殖太快而影响了它们的生活,随着野鸡的数量在一直不断地增长,走在英国的郊外哪怕不去郊游,也经常能看见飞舞的野鸡,也是一个奇特的场景,因此英国人对于这种动物没有丝毫的好感。 野鸡已经影响到它们的生活了,在没有好的办法解决野鸡的情况下,政府竟然鼓励人们可以用任何方式杀鸡,不管你使用什么方式,只要你拿着鸡到指定的地点,就可以领取每只鸡200元人民币的奖励,这个政策一出来甚至成为了一些喜欢打猎者的职业,每天轻轻松松就可以赚到一定的酬劳,但即使这样,英国的野鸡还处于上升阶段,他们并没有因为大量被杀而灭绝, 它们的繁殖数量相当惊人,在英国的一份杂志中显示,英国的野鸡被猎杀的数量是其他鸟类的12倍以上,有关专业人士认为,野鸡之所以容易被猎杀,跟它们的脑部结构有关,这么多野鸡出没,不被发现也难呢。 现在应该很多的野鸡都被养殖场选择远离马路的地方饲养了,以此来保护自己圈养的野鸡,在英国现在大约有3500万只野鸡被饲养,可想而知这个数量是多么庞大,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